根据控方的开案诚词 前夫首相阿玛扎希涉嫌挪用健康思维基金会的资金 来支付个人的信用卡账单 购买汽车保险和私人轿车入税 今天陆路交通局助理总监杂哈如定透露 阿玛扎希和家人拥有20辆轿车以及摩托 一年共缴付35726令吉80线的入税 其中大部分的车牌号码都是38 部分交通的车款属于豪华轿车和重型摩托 现年48岁的本案第12名证人萨哈如定 今天在主控官李静发副检查室的引导下 共证实指出阿玛扎希与妻子名下 拥有的私人轿车以及摩托 阿玛扎希夫妇名下 一共拥有20辆豪华轿车和摩托 单单入税 每年就要花将近三万令吉 较早前 本案第11名证人 前爱芬银行分行书记罗埃斯敏告诉法庭 他通过健康思维基金会 2016年6月23号的预封信 被指示准备汇款申请的表格 汇款数额为1700万令吉 众人也透露 健康思维基金会 共有7个定期存款户头 那么多有1个定期啊